好 剛剛呢 還沒有讓大家先測驗一下 你看一下我們任務裡面這裡 你看這個第一題有沒有 第一題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跟影片有關係嘛 所以這個部分你們可能需要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你看我們YouTube都有在看 也都知道 但是呢 重點在這邊 請問有沒有看過畫質這個數字 都有 那大家也都有概念 數字越高的代表品質越好 沒錯吧 但是重點來囉 這個 請問 它所代表的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你覺得它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另有引擎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 我們剛剛Eddie Bender已經有偷偷把答案透露一下了 那您可以回答一下 回答好了之後呢 選好之後 右上角這邊有沒有一個提加 好 中間上面有一個提加 你把它按送出就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大家這些 不管你有沒有要做影片 都應該要知道的嘗試 有沒有了解 現在大家回答完了齁 那你看每個人都有回答有沒有 這邊 您也可以看得到齁 這個資料會有公開齁 您按哪裡 在右手邊這邊 您的這個單元 右手邊也有比較進度 您打開就可以看到 那你打開之後呢 像我這邊進來 我想要知道大家回答的情形 這個有在走 就表示這個同學還在看 還在進行中 還沒完成這樣子 好 點他一下 這個 竟然這麼多人認為 有玄機 不過很高興沒有人選擇寬度 答案當然是哪一個 影片的高度囉 我怎麼可能會 這麼有心機呢 對不對 影片的高度 很多人以前都會以為是寬度有沒有 但事實上不是 因為其實您回來看這邊齁 這裡 你記不記得我們剛剛在新增這個 開一個新檔案的時候 他有問我們一件事情 等一下齁 我給他另外一個名稱好了 好 他有進來 然後錄影的時候 剛剛這個地方呢 在自定義這裡 你有沒有覺得這裡很熟悉 你看剛剛我們有沒有720 有沒有480 有沒有6 有沒有 欸 那其實呢 我們如果是720 480 這個解析度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DVD 那VCD 那VCD呢 352 240 這個後面是240的 好 240的 我用YouTube上的影片給您看 您可能比較清楚 來 看這邊 這個翻掉一下 在這裡 我進到這邊來 好 您看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240 這個就是352 240 這個呢 是我們講的DVD 那個VCD 好 VCD的部分 如果呢 是360 就是640 360 好 這個是640 720 乘以360 然後 這個是720 乘以480 所以這個是DVD 那請問有沒有比這個更高的 有 好 比如說你看我們到YouTube 你找一個4K 8K 都可以 好 比如說這邊 好 您看一下 只要超過某一個數字以後 有沒有注意到 後面就有加上HD 有發現了齁 那麼 你看 720p 是多少 1280 乘以720 1080 就是1920 乘以1080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所以 到了 就是1080這個以後 我們就稱作 Full HD 所以一般像我們的電視也好 或者我們的所謂的螢幕 現在的液晶螢幕 至少現在都能夠達到這個水準 當然你說4K 8K的有沒有 也有 但是那個就螢幕再大一點才比較有 好 不然的話 這個 檔案其實也相對比較大 好 一般我們的應用 電腦 個人電腦編體主要是在這邊 你看這上去 這些都一樣 好 這些都一樣 所以您從這邊就可以了解到 其實這些就是什麼 生活上跟我們有相關的 對不對 只是平常我們沒有特別去注意 它到底這個數字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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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